第三個,在Z domain做Scaling 意思是說原來的SZ,我把Z除以Z0 Z0是一個常數的負數 Z除以Z0,你的收斂區間原來的Z會變成 原來的R會變成乘上Z的絕對詞 就是Z除以Z0,假設你想一下Z0如果是2好了 Z除以2,所以原來都變成兩倍 Z除以2,那表示Z除以Z0,還要能夠收斂 Z除以Z0是原來的兩倍的大小 Z在1是原來的兩倍大小 所以你的收斂區間就會變成乘上Z絕對詞的大小 我話有說Z0是一個負數值,所以我只看它的大小 因為大就是那個圓的大小的關係 它的對應的開動面是乘上Z0的N四方 就是S0而甚至Z0 那 Diplante 如果要看這一組的關係其實很簡單 我可以從右邊 從左邊 一樣帶進去一層非常重的公式 那就是右邊的這個公式 然後... 其他方之後你會算出一個新的變數 我叫做y 反正就是變數一樣 變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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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也不用變到最後 其實很簡單 Z在這裡 Z在這裡 然後這個叫做y 所以這個 這個就是用y為變數的Z權分 然後這個我又可以把它變回來 y就是什麼 Z除以Z 所以這個就是上面的 由左至右手最大解 同理我也可以由右至左 這個東西的 inverse 的Z權分 inverse 的Z權分在這裡 inverse 的Z權分在這裡 那我就帶進去 所以就是這個東西的 大X Z除以Z的 inverse 的Z權分 那一樣也是變換變數 這個我也不變 變變變變變變變 反正變到最後之後 就是這個 Z0的N四方 我這邊很多括號 只是在做變數變換的 這些操作的模式 在前面5次 甚至前面上一次的 lapacentone我也同樣做過類似 所以這個就留給你們做 我就不再一一跟各位介紹 它中間到底要變來變去 剛才在做這個 scaling 的地方 特別在講一個情境 就是我剛才提到的 如果今天我在 在Z 的地方 除以V的話 我舉個例子來講 就是上面那個 Z除以Z 那表示說這邊 除以V 這邊除以V 這邊除以V 所以它的收斂期間就是 所以Z除以V等於 Z除以V之後 絕對值要大A 也就是我剛才提到的 那Z的絕對值 要大於V的絕對值 乘以原來的A的絕對值 所以原來是A的絕對值 現在變成V的絕對值 乘A的絕對值 所以V如果是一個大於1 比如說2的話 那你的收斂期間就是變很大了 還不能講變大 這樣怪怪 因為是大於圓 所以就是你變 我不能講變大 因為半性變大 你的收斂期間其實變小 我講的意思是說 它的數字變大 有時候我講的太快 你可能要誤解 不要誤解 這個Z的絕對值 注意喔 這個Z的絕對值大於V的絕對值 那A的絕對值 那我剛才講 V如果是大於1 比如說2 所以你變成Z的絕對值 要大於2倍的A的絕對值 所以我剛才講 變大好像不太多 因為半性變大 所以它其實應該變小 我只想解釋說 它的那個數字 原來是A而已 現在變成2倍的A 所以是變大 但是 事實上它收斂期間就變小 因為原變大 它外面會變小 這是一個case 那這樣的話 其實是在這邊乘上 就是在tine domain上面 本來是A 乘上B 所以我剛才的意思是說 如果今天是 我舉例來說 好了 1 2分之1的N四方的數列 原來是1 2分之1的數列 那我現在變成 1 2分之1 然後乘上4 然後整個N四方 也就是B大1的話 那4分之1乘上2的數列 這個等於說 就是2的N四方 原來是1 2分之1的N四方 那你可以看 這自己慢慢的收斂 現在乘上4 之後變2的N四方 它其實是爆掉的 數列的關係 你會發現它的收斂期間 原來是 這是Z的絕對值大於1 2分之1 那下面是Z的絕對值大於2乘上2分之1 應該是4乘上2分之1 4乘上2分之1 所以原來大於1 2分之1的圓 是收斂期間 包括1 包括單位圓 所以它本來就是收斂 那下面這個變成4乘2分之1 大於2 所以是在圓外 所以它其實那個數值變大 但是它的收斂期間其實變小 另外一個Case是 如果你今天的前面層的那個像素是複數的 像是Explential J Omega 0 整個的N四方 Explential J Omega 0 其實像Explential J Omega 0 這個數字 這是常數的 Omega 0是一個常數 J Omega 0 cos omega 加上J3 整個的N四方 這個N四方 其實因為Omega 0 它的MQ 這個MQ是等於1 Explential J Omega 0 這個MQ是等於1 它大小是等於1 所以這個影響的是角度 什麼叫角度呢 所以如果原來你有一個Pole 在這裡 那半徑是R 半徑是R 那你把它乘上這一項 就是乘上前面這一項 原來是SO1在這裡 然後乘上半徑是這樣 那我Pole會跑到這裡 那如果原來這裡是 C打 就是-C打 所以這裡會變成C打加Omega 0 那下面這個是-C打減 Omega 0 加啦 對比 都是加 原來是C打-C打 那我如果乘上一個J Omega 0 Omega 0是正的話 上面那個變成C打加Omega 0 下面那個變成-C打加Omega 0 就大家都轉了Omega 0 所以如果你乘上這個 Omega 0 Omega 0 它不會改變你的Max 所以這邊還是1 這邊還是原來的R 如果原來這是R的話 原來的這個S 是R 那你改變的就是指角度 但是你的SO1區間不變 因為你的SO1區間是這個圓 原來這個SO1區間這個圓 不管是圓內或圓外 SO1區間的半徑是不變 後面這邊SO1區間還是等於原來的 如果你存上一個純虛數的這種變化的話 我剛才講那個V的大小 是改變那個半徑的大小關係 所以這個是特別要注意的地方 下一個 TIME REVERSAL TIME REVERSAL 就是N變成-N Z就變成Z分之一 那Z變成Z分之一 你的R就變成R分之一 Z本來是5 變成5分之一 那你的SO1區間本來是大於5 就變成大於5分之一 類似這樣的打數的關係的事情 上面為什麼是這樣 也是一樣 我就帶進去 N等-5線大到-5線大 然後Z的-N 然後這邊一樣變換變數 我就讓-N等於M 然後就變換變數 就等於這個 等於這個 等於這個 然後最後算出來就是Z分之一 可是一樣就把它帶進去 留一個COUNT給你填 其他的都一樣 就是它之間的那個關係